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亚马逊的影响者计划 2017年3月,亚马逊将其影响者计划纳入Data测试阶段,仅以邀请方式提供服务和开放申请流程。 TechCrunch注意到之后就给出了权威的意见,并声称该计划会失败。 影响者计划的运作方式与亚马逊的联盟计划非常相似。 参与者通过链接到亚马逊的产品页面赚钱。 任何时候购物者使用联盟链接,联盟合作伙伴都会获得报酬。 在影响者计划下,亚马逊帮助参与者在亚马逊网站上创建一个页面,并填写影响者推荐的产品。 如果有人从影响者的页面购买产品,影响者将获得报酬。 他们非常相似,但没有人知道影响者计划如何支付以及与联盟计划比较起来怎么样。 一年后,该计划仍在进行,我们找不到影响者的真实名录。 但Mark Cuban和Fluish Day在亚马逊上都有他们自己的影响者页面。 What's Up Moms是启动Beta测试的影响者之一。 它有一个页面,上面有很多产品。 最有趣的事情是他们拥有的粉丝数量。 Hi拥有79,900名粉丝。 Stephanie Nicole拥有50.36万粉丝。 Cooking with Jack拥有34,44万粉丝。 OH8 SPN拥有9,876名粉丝。 在最初推出时,亚马逊想让非常有人气的人参加。 因为他们有很多追随者使用Twitter。 Facebook,Instagram,以及YouTube推出的Beta测试。 很快就有人添加了。 影响者计划错在哪里?